Hello 各位早晨 英文名字叫The Wave 原本的語言名字怎麼讀我就不懂 英文譯名字叫The Wave 我想香港也不會上的 我不知道中文名字叫什麼 這部電影的故事 是一部羅威的電影 他的故事其實是一般荷里活的 大自然災害那種類型的電影 他的故事是說男主角和家庭住在羅威的一個很小的村落 那村落是一個很美的,是一個旅遊區 他為什麼這麼美呢? 就是因為他有很高的山勢,又有一條河 因為他的地形的關係 其實一直以來都不斷說 這個地方遲早會出現一些大型的大自然災害 就像溫哥華那樣 以前我住在溫哥華 他每年都說快要地震 聽說50年前就應該有個大地震 到今時今日都還沒爆發出來 就是一個這樣的情況 那他這部電影就拍了這個出來 那他這樣的故事其實是有點像 之前The Rock做的那出San Andreas 因為San Andreas他就說 在地形上 他剛剛就在那幾個地形上 他經常都說他遲早會有一宗很厲害的大地震 那他就說他拍電影拍了出來 如果那件事發生就會這樣 那他這部電影就是拍在挪威這個地方 如果真的好像那些專家所說 有這樣的事發生的話 就會搞到這麼大劑 然後其實就是一般那些 就是大自然大災害 Disaster Movie那種類型 就是說男主角和他的Family 如何走爛 然後當然會走失了 或者他們不會說一起走 當然是散了 然後就一個人走回去 找回家人 就是這樣的類型 就是明日之後 2012 都是類似的那些故事 其實在故事上面其實就是 就是沒什麼好看 因為這部電影其實是 你會感覺到他完全想跟回 荷里活那種的公式 我覺得是很像 例如San Andreas 好像The Day After Tomorrow 那種這樣的戲 那在這方面其實我是會有 就是多少的失望 因為這個挪威去拍出 這類這樣的戲 會不會是 拍得很有趣 有個不同的面向拍出來 誰知道是沒有的 他只不過是想拍出 講挪威話的 荷里活電影 在特技那方面 其實他是做得OK的 在製作上面 你會覺得都是大製作的 有些場景 那些巴士反了 倒山泥 那些都是拍得很好 那他那些 大洪水那些特技 其實他就偷了雞 因為我和我老婆在看的人 我老婆在跟我說 會不會 那個電影做到某一道 那他就說 會不會跟著就發生 搞大件事 因為去到那裡 已經是說了很多 然後鋪排了很久 還沒有大件事發生 他說 有味啊大哥 我說應該是味的 因為 因為 那些 因為這些戲 通常拍這些大場面 這些money shot 當然是日光日白 很好天 你看得很清楚 然後拍那個畫面 才夠震撼 誰知道 下一幕 就發生了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的唯一解釋就是 他恐慌穿崩 所以就不太敢 日光日白拍那些 很大場面 所以在那方面 他其實是有點偷雞 但是整體來說 那些特技 其實都OK 但是我覺得 這張戲的故事 就是很拖 在那個大自然災害 發生之前 他鋪排很久 然後發生了之後 他的故事 也是很拖 所以就是 各方面都是令人 令我覺得很失望 其實他多些故事 是OK的 最重要就是 那些角色好看 又或者那些對白寫得好 我也喜歡看文氣 但是他在各方面 他拍得不好 所以就變成他 花了很多時間 去鋪排那些角色 去講主角的家庭 然後後面 花了很多篇幅 那些角色不好看 無論是父母 他兩個兒子 他的兒子 他女兒 全部都是很悶的角色 你都不太關心他們 所以他花了很多時間 在那些東西上面 然後後面是沒有收獲的話 那就是非常失敗 所以角色不好看 故事不好看 其實如果你問我的話 那一齣 San Andreas 都不是一齣好戲 但是我覺得San Andreas 好看一點 無論是說特技畫面 又或者說那個女主角 Alexandra Dario 那個酒洞 那種搖房 那種大場面 我覺得San Andreas 是很大很多 所以我覺得這齣 令我失望 我想著 挪威 從一個挪威的角度 去拍這些電影 會不會有一種另類的感覺 誰知道是沒有的 而且我在錄這段影片之前 我想過 我順便提提提 我推薦有些什麼 失敗電影 是很好看的 然後我想著想 我發覺原來是沒有的 有些是OK的 明日之後 勉強都OK 但是只不過是OK的 我也不是覺得好看的 所以 如果是要我數 有些什麼失敗電影 是我推介的話 我真的說不出 不知道各位聽眾 有沒有什麼推介 Anyway 對於The Wave這部電影 我對他的評分 我只能夠給C 如果在家裡有的話 你看一下 因為挪威電影 不是經常都有 但是 沒有必要買碟看